呃 郑主 再过一阵子就好了 怎么感觉 我现在全身无力啊 对啊 南国北部的山区里 有很多罩情 不好 我们可能是中了症 症毒 为什么 又会出现在这里 我娘子身体不太好 还希望能在寨里多逗留几天 等到他身体 别 不能留他满 我也知道你们从哪里来的 难道我们就看着这两个人带着孩子 在外面饿死吗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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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吧 村里正好有七叔公去世 留下了两间废屋 你们要不嫌弃 就暂住几日 等身子结实地再走 禀报三公子 寨中并无夫人踪迹 可有仔细搜寻 每张脸都看过吗 是 南国边陲多日征战 村中活人不过百 不会漏掉一个 好吧 传令下去 将我们考量的一半分给村民 三公子 这里远离中原 百姓都非我族类 何必如此啊 不是我们族类的百姓也是人 也有家人和孩子 听我的 听到没有 速速去办 是 谢谢小哥 有什么需要呢 你就去祠堂找我 我呀 经常在那边待着 对了 还不知道您怎么称呼 叫我二狗就行 君二狗 君家寨的人都姓君 夕颜呐 我们一起 谢谢二狗哥 咱们差不多 就先进去吧 打扰了二狗哥 你 你 你刚刚怎么可以 那么 娇俏 不是 那么 端庄 不是 那么 活婆 淫荡 淫荡 什么叫淫荡啊 是你叫我去办女人的 我现在不就办女人给你看吗 我叫你办女人 没叫你办这样的女人 什么这样的女人哪 我我我我从小在皇宫里见的女人 都是这个样子的好吗 肥腹要好好教育你 这都是南疆进贡的锦段 喜欢吗 喜欢 你要喜欢的话 这些 王爷 真好看啊 真好看啊 王爷 妾身特意包了参汤给您送过来 夫人有心了 真是好看啊 夫人不是一向嫌弃南疆的锦段 花色粗犷 细绣不足吗 没剑都细绣也会腻啊 每件都细绣也会腻啊 这些花色 王爷 我都好喜欢 夫人出身名门又是正式 应该用质量更为上乘的绫罗绸缎 王爷 您还是把这些给我 把更好的给姐姐吧 既然妹妹 既然妹妹 这么懂得尊卑有序 那就不要夺姐姐所爱了 多谢夫人提醒 我乃天子清风的夫人 自然要想着如何能为王爷分忧 为了几匹绫罗绸缎吃醋 有失风范 这些锦段 姐姐既然喜欢 就全都拿去吧 你怎么了 翠花姐 怎么了 她怕是干不了这个 没事 我写写就好了 有一个大男人 肩不能扛 手不能提的 你还能干什么呀 你再怎么能把这点劲儿都没有 你带她回去吧 好 走 驾 禀告三公子 前面的山寨也没有夫人跟段月容的踪迹 去下一个寨子 饿死我了 有没有东西吃啊 那你今天就有口福了 本世子今天亲自下厨 让你知道什么叫 饭来着口 馒头 你做的 这个是买的 你知道我刚刚学做菜 就一时间做不了这么多东西吗 但是 我熬了一锅汤给你 来了 快看 这是我熬的爱心汤 看上去不错嘛 这个是什么 是豆皮吗 不对 是抹布 怪不得我一整天都找不到那条抹布 原来它在这里啊 还好我有馒头吃 怎么了 我告诉你 从今天开始 我一定让你和孩子吃到最好的 打开 descone 是